中国与台湾的外交竞争近来传出演变为外交冲突 综合媒体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指出了 台湾驻斐记代表处10月8号晚间举行了国庆酒会 却遭到两名中国大使馆人员闯入拍照搜集出席宾客 甚至是动手殴打台湾住处人员 导致了相关人员的头部受伤送医救治 自由时报引述斐记村报报道 斐记警政发言人奈索罗稍早表示道 警方收到了中国大使馆报案 指控中方人员试图进入活动地点时遭到台湾工作人员殴打 但是警方并未接到台湾方面的报案 对此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表示道 使馆已经向警方报案并且提交了人证与物证 希望借此厘清事实 同时也对中国驻外人员企图颠倒是非的行为提出强烈谴责 不过中国嚣张的行径还不仅如此 台报报道 台湾外交部亚太司长曾瑞丽表示道 在中国方面的施压之下 斐记政府事发后 将此事定义为外交偶发事件 希望台湾能够淡化处理 因为双方在推挤过程中都有受伤 而且现场摄像机的角度又刚刚好的 没有照到事发冲突的角落 这也是事发超过10天 但台湾驻管没有发布新闻 官网没有相关说明 外交部也没有主动地谴责此案的原因 不过台湾驻外使馆的处置方式 现引发了国内朝野立委其声谴责中国 同时也怒斥自家外交部的软弱 另外 星头壳也报道 中国外交官应场台湾代表处打人 事后更主张外交豁免权 因此 斐记警方虽然到了现场 却没有办法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中国与台湾在斐记的外交冲突事件越演越烈 综合媒体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今天在记者会上声称 台湾是做贼喊捉贼 中国驻斐记使馆已经发表声明 中方已经要求斐记方面彻查 妥善地处理此事 另外 他也态度强硬地表示道 台湾在斐记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外交官 斐记政府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并且曾经于2019年 勒令台湾驻斐记商务机构改名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这起外交事件印发了台湾民众群起愤慨 甚至出现了希望台湾从此与斐记断绝往来的声音 对此心头壳引述政治评论员李正浩的说法指出 如果台湾当局真的这么做的话 那么就中了中国的记 他分析 北京看中斐记的战略价值 斐记除了位于第二岛链和第三岛链的中间 同时也位于澳洲进入太平洋的门户 如果中国可以将台湾提出斐记 不但能够在战略上封锁澳洲 更能够切断第二岛链与第三岛链下威夷的战略联系 因此他认为 飞机的冲突可能根本就是中国刻意的安排 希望借此激起台湾人愤慨 继而撤出飞机 让中国在南太平洋岛屿争夺战再下一程 美国大选进入了倒数阶段 而原本一路领先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现在与川普的民调差距却是逐渐缩小 连环爆出的丑闻对于民主党选情 或将造成严重冲击 综合报道指出 近日拜登次者杭特被爆出了电邮门 再和乌克兰及中国的商业往来涉及贪腐行为 乌克兰国会议员德尔卡奇声称 当地的执法部门一斤扣押了一部 属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儿子杭特 乌克兰业务联络人的笔记性电脑 有可能为拜登带来更多的麻烦 还表示到最新的物证笔电 不会是最后的证据或是最后一台电脑 德尔卡奇是美国总统川普私人律师 朱利安尼的主要接触人 朱利安尼对于与德尔卡奇接触也是毫无忌讳 本次美国大选中 德尔卡奇也公开地协助挖掘拜登父子的黑材料 而对于民主党来说 现在要面对的还不只有这一个烫手山芋 又有猛料爆出 2010年至2012年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中国的情报网被破解 超过了30名的中央情报局特工被中国逮捕并且处决 前白宫官员暗示 这是拜登泄露了特工名单给中共当局 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西金斯在推特上爆料 表示拜登次者杭特在2018年开始获得了中国资金 同年起中央情报局在中国的特工两年内遭到中共当局逮捕 造成超过30名情报人员被逮捕处决 西金斯以叛国罪的口吻来暗示 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 恐怕涉及了这一切中央情报局泄密案 在2010年起 中国开始准确地抓出美国间谍 他们逮捕并监禁嫌疑人 当时美国情报官员仍然无法查知身份暴露的原因 他们将问题归咎于中央情报局通讯系统遭到中方破解 但此刻爆出的核弹机消息可能会将使当局重新地审视相关问题 中国积极地寻求在发展中国家部署5G网络 而美国也积极围堵 华尔街日报报道 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副署长格里克表示道 政府准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高达10亿美元的贷款 以及其他的融资来说服相关国家不要采购华为 中芯等等的中国电信设备 同时美国国防部也宣布了 已经为微电子技术产业投入超过1.97亿美元 该行业是人工智慧、5G通信、自动驾驶 等等高精尖技术行业的基础 格里克直言 国际社会必须要警惕中国对于援助的非洲国家施加压力 并且要求这些国家接受华为与中芯等等成建生 在非洲的5G建设 他更形容道 华为和中芯是中共进行监控的特罗伊木马 一旦中国的5G在非洲铺开 北京将会有权访问所有的使用者资料 商业机密和政府内部资讯 日本首相菅义伟从18号开始出访了多个南亚东西国家 苹果日报报道 美联社分析认为到 菅义伟会透过此行 巩固日本在东南亚经济和防卫上的联系 与周边国家共同抗衡中国势力 并且延续前首相安倍晋三的路线 分析指出了 菅义伟这一次选择以越南、印尼作为出访目的地 部分的原因与疫情有关 加上了身为日本最重要盟友的美国即将要举行大选 因此相关行程只限于亚洲地区 安倍在位时一直都扮演着日本首席推销员的角色 评论相信菅义伟将会延续安倍时期的外交政策 扩大日本在区内的军事和经济影响力 外界预料 菅义伟将会与越南签署双边防卫设备和技术转让协议 向晚输出日本制的军事设备 而本日菅义伟在越南河南一间大学演说时 还以南海正发生着违反法治与开放性的活动 来按批中国在南海建立军事据点 并且重申了 日本坚决地反对任何加剧南海紧张情势的行为 希望所有当事国依据国际法致力解决纷争 而非靠武力或者恐吓 本次访问越南 双方对于日月签订防卫装备品和技术转移协定 达成了实质上的协议 除了加强防卫合作之外 菅义伟也表示到将会推动日气供应链的多元化 深化与东协国家合作 日本在疫情发生后 就试图要求企业将供应链从中国移出 以降低对于中国依赖的风险 另外在疫情持续肆虐的背景之下 日本还遭到了中国方面的网络攻击 根据共同社报道指出 日本某间与研制新冠疫苗有关的研究机构 在近期传出了遭到网络攻击 骇客更试图窃取研究内容 资安公司怀疑中国的骇客集团可能参与其中 不过在攻击发生之后 并没有发生资料外泄的状况 当前许多国家对于疫苗研发资讯的保护是十分的重视 而且也已经发生了多次相关网络攻击事件 所以日本内阁网络安全中心 特别提醒制药公司和研究机构 需要对此特别留意 中共官媒新华社近日传出了人事地震 新岛日报根据消息人士透露 本月16号召开的中共政治局会议 决定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社长蔡明照 因为年龄问题退任 新华社总编辑和平将会接替蔡明照担任社长 以及党组书记 报道指出蔡明照本身是中共中央委员 长期的在宣传系统担任要职 曾经任新华社秘书长副社长 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 人民日报社总编辑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 出长新华社已经将近了六年的时间 他接下来可能会前往中国全国政协 担任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而即将接任的和平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在新华社工作已经长达了38年 他起步于报道中央常委活动的新华社国内部 代表作为在大海中永生 邓小平骨灰撒放技 还被收录了多本教材 和平在2007年出任新华社总编辑 同时他也是中共17届 18届 19届的中央纪委委员 中国老牌的奶类制造商光明乳业 最近因为一个广告被卷入了文字域风波 目前舆论传言指出了 光明乳业被当局以广告损害国家尊严或利益 泄露国家秘密为由 罚款了30万人民币 但真实的原因 或许是依据了给我光明的广告标语 让当局认为影射中国过度黑暗 更有网友引述圣经 指出魔鬼是黑暗最怕光 所以给我光明 根本是在暗奉中共就是魔鬼 但是有中国媒体指出 该公司在2018年6月8号到2020年4月9号之间 发布了一则短片广告中 使用的中国地图未将领土表示完整准确 辟谣者还附上了一份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落款是2020年9月27日 目前广告已经遭到全面的移除 但是有网友翻出影片截图 仔细地查找 仍然找不到不完整的地方究竟在哪 质疑中共当局 只是想要找一个理由 借故大稿文字语 还是因为一句还我光明 才遭到了当局惩处 而泄露国家秘密的指控 更是让外界无法解读 在中共加紧准备可能武力犯台之际 解放军也加速东南沿海的军事化进程 升级改造导弹基地 开始部署最新型的弹道导弹 综合媒体报导 根据南华早报18号刊登的消息 北京一位不愿具名的消息人士透露 中共解放军在东南沿海地区 已经开始部署新款的东风17高音速导弹飞弹 逐步取代服役了几十年的东风11跟东风15型导弹 东风17导弹的打击精准度更高 射程更远 最大射程为2500公里 去年10月1号 在中共建政70周年大阅兵仪式上面第一次出现 南华早报黑影书加拿大汉河防务评论总编辑 军事评论员平可夫的分析指出 中国东部跟南部战区的飞弹基地近来规模大增 显示中共解放军已经为攻打台湾而提升准备 此外他表示 广东普宁市有一个基地负责攻打南台湾 而该基地原先部署的东风11跟东风15射程无法飞越中央山脉 攻打台湾东部的华东地区 但是目前该基地的导弹基地已经升级部署新的弹道导弹 不过因相关议题敏感 他不愿说明到底是哪一种导弹 据了解共军也已经部署俄罗斯制的S-400防空飞弹系统 可侦测并且击弱600公里之外的飞弹、无人机以及战机 他强调S-400的雷达系统非常精密 侦测范围可以涵盖整个台湾 而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际产业研究所所长苏芷云 接受中央社采访的时候指出 东风17的确有攻台的能力 当其射程更远 如果单纯攻台的话 多出来的射程就浪费掉了 他认为以东风17的射程跟飞行特性来判断 解放军这次部署应该是以打击美军基地跟航母战斗群为主 不过他认为东风17虽然可以对美军达成骚扰的效果 但是命中率不会太高 而台湾立法院外交与国防委员会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认为 台湾不能小看中国的威胁 但是也不应过度放大中国的能耐 他认为目前中国应该还没有具备攻下台湾的能力 而且如果东风17飞弹是剑指美国跟日本等国 其在区域之内形成麻烦制造者的角色就更加鲜明 各方同盟也会开始遏制他穷兵独物的行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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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